今天的作業 今天基本上就是把這個五個按鈕完成就對了 所以未來當然我會希望說得到的結果 第一個可以把它資料下載下來 第二個的話按一下例年切到折線圖出現 然後按這個可以各取比例圖 第三個的話是入接到的前十名資料圖 最後多一個按鈕 因為為了讓這個更加流暢 所以可以把前面這三個刪掉 然後資料本身就不要刪 所以除了這個以外不要刪 其他都幫我刪掉 刪除的功能其實蠻簡單的 當然這地方會用到一個物件就是序詞 序詞哪一個序詞 第幾個的話刮鬍後面給它一個 第幾個的一個鎖影詞 然後後面加一個方法叫.delete 就可以把那個工資表給刪掉了 另外還有一點 我是建議如果你要刪除工作表 我是建議你反向刪除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假設我要這樣 我如果假設原來是正向是先刪掉第一個 對不對 理論上我要在刪第二個的時候 那因為刪掉第一個的時候 它第二個會往前地補 會變成第一個 所以如果你在刪的話變成只能刪掉 第三個地補過來的 三變成二嘛 所以第二個永遠不會被刪掉 所以假如你是正向刪除的話 會造成那個順序會混 所以我建議是反向 什麼叫反向 因為你刪掉第三個的時候 你再來就刪第二個 再刪第一個 它完全不會影響 所以我是建議可以反向刪 然後我想一個方法 就寫一個回圈 4i等於什麼呢 這個全部有幾個工作表 你可以用shoot.com shoot指的是工作表物件 點.com就是它裡面告訴你說 這裡面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四個 然後到第一個 四到一 每一個我都要三 但是有個條件 如果它裡面的工作表名稱 假如是資料這兩個字的話 那就不要幫我刪 除了這個資料以外 其他都刪掉 那所以我寫出一個程式 所以怎麼寫 1一樣是在哪裡呢 在那個VPA裡面的模組 你可以把它寫在下面 你可以寫什麼 寫一個shoot 叫刪除資料以外的工作表 然後的話 我們可以寫一個簡單的敘述 就是第一 Enter一下 然後我寫的方式就是 第一個 打一個什麼 4回圈 比如說我要跟它講說 範圍從哪邊開始 這個範圍的話 基本上就是 4i等於 總共有幾個 總共數量的話 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用shoot.com 去此字工作表 然後點.com就是它的數量 總共大概就四個 到第一個 所以第四到 它反向越來越少 所以後面記得加一個step step-1就對了 意思就是說 我的數量是越來越少 如果你說 老師前面我沒寫 沒寫 預設值是1 正向的 就不用寫 但是如果你反向一定要寫 然後net 接下來的話 除了 所以if 如果 那個工作表 所以shits 的瓜糊 第1個 所以呢 先4 再321 它的名稱 點nam 有一個屬性叫nam 如果等於 資料這兩個字的話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 讓它判斷一下 是不是資料 這兩個字 如果4的話 然後rem 做什麼 反之else 習慣是enter兩下 打endif 有頭有尾 OK 也就是說 如果它是資料的話 你就不刪 如果不是資料 所以記得 這個地方 我是建議 我們主要是要刪的是 不是的 不是資料 那就記得 不等於 改成小於大於 那意思就是 當這個工作表 名稱 不是資料 的時候 那我就把它刪掉 那怎麼刪呢 shits i這個 後面加一個方法 要點什麼 點delete就可以了 OK delete OK 好沒問題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這樣全是寫完了 所以一個回圈有沒有 反向 所以這個比較難一點的地方 倒過來啦 因為你正向3 它會地補 會造成錯誤 那如果反向的話呢 就是先 第一個 不是 第四個再第三 4321 我們按F8 試試看 所以馬來試看 這個是不是不等於 所以它這個時候 i等於4嘛對不對 所以第四個的名稱 是不是不等於 資料啊 是不是不等於 當然這結果應該是false 所以應該不會進去才對 它應該 它已經是資料 所以跳過去 所以不刪 好這個不刪 那下一個的話是 這個路接到前十名這個 那是不是 不是 所以不是的話 那表示我找到它了 幫我刪掉 所以你會不會把它刪除 OK 那你會發現它會跳這個訊息 按刪除才會刪掉 所以這個訊息很討厭 所以如果假設 你現在一直執行 它會一直跳 那這樣很干擾 所以如果不希望那個訊息 跳出來的話 有一個方法把它關掉 關掉 關掉的方法叫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Application指的是什麼 就是 Excel本身 裡面有一個叫做 訊息要不要跳出來 叫 Displace Alone 就是 要不要顯示叫 Displace Alone 對這個 所以以後啦 那個屬性其實都還蠻有邏輯性的 要不要顯示Alone 那個叫Alone 要不要訊息 要不要顯示 你把它關掉就可以 等於 False 不要 不然每次很干擾 它一直跳 那我每次要按確定 它會刪 所以你把它關掉之後 它就再也不會提示說 你要不要刪 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這樣程式已經寫完了 寫完之後 我們再Demo 這個先出來有沒有 然後這個先把這三個先產生出來 然後最後直接刪掉 然後會跳提示呢 不會了 有沒有 這樣就很方便 不然的話如果你刪除的工作表一堆 每次光按那個確定確定確定就按不完了 OK 所以最後程式碼 大概就這樣 一個回圈 Fornest在這裡 一個邏輯 邏輯就是當那個名稱不是資料的時候 就幫我刪掉 那刪除的時候 最後會有確認 所以把那個確認關掉 OK 這個程式碼雲端上也有 所以你們其實也可以參考一下 雲端白板上面的 應該是比較下面的位置 在底下這邊 會有一個是否 在這裡 OK 有沒有 這邊一模一樣的程式碼 來 那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把這個給做出來 這樣就完成了 那今天先講到這裡好了